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這部電影我聽到在記者會說 其實想拍一部男女老幼都喜歡看 亦喜歡看的電影 其實這部電影和之前的電影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要男女老幼 你要調整一下 即是說你不可以太過成年人 即是你有多少童真 但是你又不可以太小孩子 因為你始終你是男女老幼 即是你不只是幼 老你又要兼顧 其實那時候電影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想強調是一套所有人都可以看的 跟之前的電影一樣 之前的電影是否不是想著是這樣的 是啊 因為你想做好一點 你想做好一點 你就想把層面再擴大一點 理論上是這樣的 你將層面再擴大 而你又可以成功地做到這件事 那就再多人體一點 譬如一出電影 只是成年人欣賞的 同一出電影 成年人又喜歡 小蚊仔又喜歡 當然是 後者會比較更好 即是說就這樣說 想就這樣想 但不如試試做吧 看看是否真的會這樣 這部電影親情這個 加這個概念好像很重 比之前的戲重 為何有這樣的 突然間會將這個 加這個概念 提得這麼重要 希望電影表達出來 其實 它在裏面是其中一個元素 但不僅僅說這件事 因為這個是一個科幻特技的時裝 親情喜劇 其實都有好幾種不同的東西 當然親情是其中一種 因為親情 譬如比較溫情 即比較溫情 這些是家庭一點 嘗試做一個家庭一點 會不會是一個人長大 會不會是一個人去到某一個年齡 其實家庭這個元素 在生命裏面會越來越重要 所以你覺得是 家庭這個其實 從來都 我想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 當然我們拍電影也都 看回市場 市場是否有這樣的需求呢 我自己認為是 雖然現在很少人做 但是我認為是 首先 我是想做一個 溫情一點的電影 這個故事 是關於 一對父子的關係 就是 一個家庭 一個很簡單的情況 首先是想做一些 比較溫情一點的事情 而是想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就是講一對窮父子 正如剛才所說的 我是覺得 可以去嘗試一下 做一個這樣的 這類這樣的元素 因為我覺得 它有權會好的 這樣 但是當然了 你電影的事情 你未到最後 你都是不知道的 你們都是一個估計 其實這次的壓力會不會 也會大一些呢 就是 那個 budget 也會大了 還有支持 其實足球和功夫 那個票房 每次不斷地破紀錄 這次的 poster都說 要再破紀錄 再創高 會不會壓力也會大 壓力也會大的 但是都可以的 就是那些不會是 那些真的 很壞的壓力 有時候有些壓力是好的 譬如你普通 你走去 你走去 踢場球 你都想贏的 那你都有壓力的 但是那個是 是一個 是正面的 就是那些 但是不會說 你輸了一場球 然後你不會跳樓的 就是你不用死的 但是你總是希望 就是可以做好些 總是希望 你總是會 會 不放棄地去 想想一些方法 去 令到所有的東西 可以更上一層樓 就是再有進步的 那樣 那我覺得這個心 是不可以沒有的 就是說 我不可以 拍完功夫之後 或者拍完踢球之後 我就 喂 踢球可以 再踢球 快點踢踢 我覺得這樣就 未必 你應該嘗試去想一些 我是否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再好些的呢 就是這樣 但是這樣 你要冒一個風險 就是 可能是錯的 是不行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 心態是必要的 因為 你要 你要 你要保持著走 你要保持著 嘗試一些不同的事情 然後 一路會有新的事情發生 新的事情發生 新的事情發生 當然有時候是可以的 但有時候是不行的 但起碼 我是有新的事情發生 然後 那些事情 就一直 保持著動 保持著進步 不要在原本上 滑溜